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句 一个落字写出了瀑布最大的特点 原来在地质学上 这瀑布被称作是跌水 也就是水流在经过掩体的断层 凹陷等部位的时候 在重力作用下 从高处跌落到低处而产生的现象 所以瀑布通常都是自上而下流淌 然而在我国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连绵大山里 当地人却说 有一条会倒流的瀑布 瀑布倒流 这究竟会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位于湖北省西南部 这里是湖北湖北 湖南 重庆三省市交界处 乌山 大楼山 武陵山 三山横跟其中 自古至今 这里一直是重重大山的世界 长江的一条重要之流 青江 自西向东横贯 沿岸 怪侠飞浦 其风巨洞 比比皆是 特殊的地质地貌 是这里长期以来与世隔绝 在外人眼中 是个颇为神秘的地理单元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 恩施市西北部 连连起伏的群山之中 有一个名叫前山村的小村落 那是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 土家族村落 它的位置十分特别 坐落于海拔 1300米左右的绝壁顶端 在村落尽头 一条巨大的瀑布 沿数百米高的斗崖 飞泻而下 落入山下的云龙河中 景色无比壮地 数百年前 这里曾盛产木材 因为山栏起伏 翻山越岭极为艰险 无法采用陆路运输 人们只得将砍下的木料 顺山中西河而下 沿着这条瀑布送入云龙河中 在辗转运往各地 这条瀑布因而得名 马廖西 而在当地人眼中 这条瀑布颇为奇幻 它有着一项极为特殊的本领 倒着流 瀑布全部都是上来的 像下雨 我们倒流 那个雨 感觉还很大的 站在那个旁边的 都是身上都会大湿 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是看到好几倍人 前山村的百姓故老相传 都说村里的这条瀑布 非比寻常 能够出现倒流的现象 更特别的是 一旦瀑布倒流 就意味着天气即将发生变化 天不变 变天的时候 水就朝上流 半岸上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 红的楼梯 比较彩虹一样 山顶出现彩虹 瀑布会倒流 还能预报天气 这样的说法听起来 仿佛是天方夜谭 那么自然界真的会存在如此特殊的景象吗 那个谜一样的深山村落里 又隐藏着怎样的地理玄机呢 不久前 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恩师 打算通过实地考察 弄清会倒流的瀑布 和它背后的一系列秘密 为了能够顺利展开考察 我们邀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同行 万新南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 国内知名的水文地址专家 考察组从恩师市出发 一路翻山越岭 向西北方向行进 映入眼帘的是一字排开的斗崖绝壁 根据目测 它们至少高数百米 宽达十余千米 一组组岩柱在云雾中高高耸立 光影变换下景色无比壮丽 向导告诉我们 前山村所在的斗崖 与眼前的这些绝壁紧紧相连 它们都是恩师大峡谷的组成部分 以往那个峭壁上的村落不通公路 人们出入都得翻山越岭 十分艰难 直到几年前 脚下的这条云前公路通了车 才将前山村和外面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 车辆在陡峻狭窄的挂壁公路上行驶 沿途急弯密布 身侧就是数百米高的绝壁深箭 一路上大家的心都紧紧揪了起来 这样的情景 土地有限的高山之巅建造家园呢 在山道上辗转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后 群山环抱中突然出现了一块不大的平地 远远望去有一些零散的房屋和农田 在一片绿意中 它看起来平静安宁 向导介绍说 这就是前山村 进入村中不久 耳畔传来了明显的水流声 寻生而去 我们发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 村里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在水中嬉戏 向导介绍说 这就是当年曾用来运输木材的马料溪 目前村里依旧有三十户人家 大约一百多人居住 这条溪流正是人们日常生活和耕作的重要水源地 眼前的溪水来自村后的大山 沿着村落一路流淌 最终在村子最东部的断崖处飞泻而下 那就是传说中会倒流的马料溪瀑布 万新南教授很快注意到 眼前警官的特殊之处 他告诉我们 恩施地区石灰岩大量分布 村落周围的大山也都是石灰岩构成 一般来说 在喀斯特地区 由于岩石容易遭到侵蚀 地表水大量渗入地下 因此瀑布并不多见 而前山村位于海拔 一千三百米左右的山崖顶部 在地势如此高的地方 存在常年流淌的地表溪河更是罕见 形成一些嘴纹上的一些奇怪的现象 那么高的地方产生地表水流 而且常年不断的 是吧 同时还产生瀑布 就不可能 万教授猜测 正是因为这条溪流的存在 土家族先民 才得以在高山之巅 繁衍生息 我们十分好奇 为什么这里会如此特殊 大家加快了脚步 大约二十分钟后 我们来到了村落尽头的斗崖前 伴随着水流的轰鸣声 一条巨大的瀑布出现在眼前 根据目测 这个瀑布在七百到一千米左右 巨大的水流从半空中骤然滴落 气势惊人 好 已经找着了 这就是当地人说叫马料西的这个瀑布 这个瀑布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是说它在某些时刻呢 能够出现倒流的情况 这个倒流 瀑布倒流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乍看起来 这条瀑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它的身上会出现一系列谜团呢 从临间望去 瀑布四周都是绝壁 不易接近 考虑到安全因素 考察组只用横拍器升空 试图看清它的全貌 从空中俯瞰我们发现 瀑布所在的山崖地形十分特殊 它向内凹陷 两侧山体如同刀匹斧 陡峻异常 那么如此巨大的瀑布 真的能倒流吗 大家在崖顶观察了许久 但始终没有发现 水流有向上的迹象 从向岛那里 考察组得知 在瀑布北边有一户人家 那也是整个村子 最靠近瀑布的住户 他们或许对这条瀑布 有更多了解 于是我们赶忙前去打听情况 正午时分 只有女主人葛云兰独自在家 通过交谈 队员们得知 她已经嫁到村里 生活了三十多年 曾经亲眼目睹过 瀑布倒流的现象 我又来了三十年了 不应该出现 反正出大太阳 你在那里干活的话 好像都下雨了 那个就不是下雨 就是那个水倒流上来的 不久后 记者突然感到 身边有明显的雨点飘落 然而此时清空万里 并不像是降雨 匆忙间 记者用手机拍下了一段视频 我怎么感觉好像 好像是不是又有一点了 有一点吧 您看好像是有一点了吧 是是 但是这个温度太高了 你看这雨点倒底下好像 就是这样是不是 就是这样 几分钟时间 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 远远出着太阳 就是啊 您看倒地上就蒸发了 倒地上就干了 不是下雨 那是怎么回事 那个水倒流上来的 您说刚才那个 就真的是瀑布水倒流 就是啊 葛云兰的话 让我们震惊不已 原来 这就是所谓的瀑布倒流 我们注意到 院子与瀑布的直线距离 大约有200米左右 如果真是倒流上来的溪水 那么它的规模的确精等 葛云兰告诉我们 通常发生倒流的时候 就连距离步步最远的村口附近 都能感受到明显的雨点 蹊跷的是 飘落的雨点 只持续了两分钟左右 天空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就这么短时间 现在又没有了 它那个除大太阳的话 不会下雨的 它就是那个水倒流下来的 最多几分钟时间 葛云兰告诉我们 瀑布倒流之后 通常还会在对面的山崖上 出现明显的彩虹 前山村的村民 一旦看到这样的情景 就知道天气即将发生变化 彩虹下了上来的话 它马上就好像要下大雨一样 而且是下大雨 要下大雨 准吗 准 这个就准 从天而降的水滴 让高扎族心生疑问 这会不会是常见的太阳雨呢 因为山脚下就是青江的支流云龙河 而马廖西瀑布也常年水流不断 所以这里的水气十分充沛 再加上村落位于深山之中 容易出现冷暖气流交汇 形成小范围降雨 考察组中的专家万教授认为 不排除这样的可能 他建议我们再次前往瀑布附近 深入考察 接近瀑布 记者注意到 林间的地面与之前不同 变得十分潮湿 瀑布附近的植被上 也呈现出明显的水滴 似乎的确是被倒流的瀑布水打湿 而此时的瀑布上 也升腾起了美丽的彩虹 高处出现了彩虹 意味着这条瀑布的确发生了水流反向的情况 按照村民们流传已久的说法 这就意味着大雨即将来临 我们非常好奇 天气真会发生变化吗 转眼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让人惊讶的是 雨水居然如期而至 水流反向 准确预报 使我们开始相信 这个瀑布的确非同寻常 那么 它怎么会有这样的本领呢 结合之前对瀑布所在位置的观察 专家告诉我们 他已经找到了破解谜题的思路 这条瀑布位于斗牙绝壁上 我们无法展开近距离考察 而瀑布紧邻壮丽的恩师大峡谷 专家认为 它和我们所在的山体直接相连 地貌上可能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于是 万教授带着我们来到距离前山村以南 大约20千米的恩师大峡谷 寻找线索 一个多小时后 考察组来到了半山腰 面前出现了一处山谷 我们注意到 它与马料西瀑布所处的山谷 形态极为相似 都呈现往内凹陷的凹槽状 仔细观察后 万教授发现 我们脚下的云层明显是沿陡峻的绝壁垂直爬升 而且速度极快 肉眼可见 万教授据此认为 峡谷中存在了一种特殊的气流 他告诉我们 自己已经验证了之前的猜想 破解了瀑布倒流的秘密 我这儿跟你做个实验 证明一下这个气流啊 这儿运动还是有个特殊的一个现象 我们看看 这张餐厅纸 撕一个脚 好 上去了 是吧 这个纸片飞上去了 对 你看 对吧 按讲他应该在重力增下 对 他往下飞才对 他现在越来越往上飞了 对 对 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教授 这个挺有意思 你看 一直在空中飞舞 对 所以他这个纸片 你看什么东西 他是从这儿稍微往下一点 然后转身就往上去了 所以说这儿气流是这样 从大河 像大河里的水一冲出来 冲出来之后 就是形成浪了 浪花回头一下 就往上升了 这个气流它怎么产生呢 这个绝壁前面是一个非常空旷的地方 这个指南它的气流很大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从这个雾就可以看到 前面都是像个雾海 那么这个雾海呢 它遇上这么一个向道以后 这个压力 这个气压就要低一点 那么那个压力要高一点 所以说从这儿一压的话 这个气流就往这边走了 往这边走了 它就往上升了 万教授告诉我们 马廖西瀑布之所以能够倒流 同样是因为特殊地形产生的上升气流 这样的说法让我们非常纳闷 因为相较于轻薄的纸片 要使数百米长的瀑布反向 无疑需要极强的锋利 万教授进一步解释说 降雨之前 空气中的气压通常会发生变化 出现明显降低 而瀑布所在的山崖 因为形态特别 在某些条件下 能够顺时产生强大的上升气流 进而驱动部分水汽反向 这个凹槽就形成一个 它自己的一个空间 自己的空间 这个空间就使得 比如说大气质变化的时候 它这个气压力的话 就可以朝着这个凹槽里头推 所以说气流一压力的话 它就可以在一定压力下的话 它这个湖在某些条件下 它部分水甚至要反向 专家认为 所谓的瀑布倒流 并不是水流的直接反向 真实上这个水是绝对不可能倒流 所谓倒流实际上就在 这种抖崖的崖壁上 它可以形成一种 很强的上升气流 由于气流作用 把水雾往到底上升 所以在我们的感觉中 就像水的倒流 原来 特殊的上升气流 将瀑布的水雾带到高空 随后在阳光下发生折射 才会在瀑布附近的山体高处 产生彩虹现象 同时 这些上升的气流在高空遇到冷空气 便会凝聚成小水滴 最终变成雨 降到地面 万教授猜测 当地先民曾偶然间 目睹了倒流的现象 随后逐渐发现了瀑布水流方向 和天气变化之间的联系 久而久之 便出现了瀑布倒流 可以预测天气的说法 考察到了这里 还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 同处大峡谷山体的马料溪 为什么与众不同 会存在地表的水流呢 我们来到恩师大峡谷脚下的云龙地缝后 大家接连发现七条瀑布 专家告诉我们 这是因为在地缝上下的 二叠系和三叠系石灰岩中 夹杂了一层隔水的煤系地层 水流无法揭穿煤层 因此地缝顶部 才能有广泛发育的瀑布存在 相较之下 马料溪瀑布部 却是出现在云龙地缝之上 数百米高的三叠系石灰岩中 查阅资料后 我们得知 在恩师大峡谷中 仅有马料溪一处 常年流淌的瀑布景观 万教授猜测 那里的岩石很可能存在着某些特殊的结构 随后 我们再一次来到前山村 很快 在溪水中 万教授发现了出路的岩石 他们密布纹理 看起来非常特别 专家告诉我们 这正是解谜的关键 我们在大峡谷那边的地层是水平层里 就是一层一层的水平里 像砖气起来的 是吧 而我们这边呢 不是几乎是树起的 就是地层呢 原来这个水平里之后 它现在成了树起的 从哪儿看到了 我们就从这儿看到 你看一条一条的 看不见 是河沟里边 河沟里边 河沟里边一条一条树去 这个树去从这个方向 直接就沿到山上去了 这边也沿到山上去了 是吧 所以说这儿的地层 跟那儿地层相差很大 相差很大的话 那么它就产生 它自己的地貌特殊 查阅资料后 万教授发现 大峡谷所在地层 处于地质构造中的 象形河部地区 而这里则位于 象斜的两翼 地质血中将 岩层的褶皱 分为两大类 岩层在受力后 两翼向上 中央向下弯曲 这称作象斜 反之 两翼向下 中央向上弯曲 被称作背斜 一般来说 在地质变化中 核部地区受力集中 往往会出现垂直裂系 而两翼都能够随着 地质硬力的作用 发生翻转 跟着转嘛 我不跟你对抗 我就跟着你转 估计在力学上 它产生的裂系 就相对那儿来了 可能就少 甚至少得多 那么这个时间呢 它往下透水 只有盈它的沉迷力 而专家发现 大峡谷的这套灰岩 交接得异常致密 它整个是个很硬的 你看花不动 虽然这儿有成泥的话 看着这个成纹 这是表面这个风化 这个日晒雨林风化造成的 实际上打开的话 它是非常完整的 你看不到这个横纹的 所以说等于我们建房子 这个水泥交接 都是无缝交接 因此水流沿层面裂系 下渗极为缓慢 造就了马料溪 这条喀斯特地区的 地表溪流 继而形成罕见的瀑布景观 那么这样的话 它这个水 就可以在这个 它的表面进行流动 而不是进行地下流动 所以说 正因为它地形不一样 气流不一样 这个产生这个 这个整个的 这个风的作用 压力作用不一样 而在这种各种条件下 这个综合起来 它可以产生 一系列奇异现象 特殊的沿层位置 复杂的地质变迁 创造出了大峡谷 独一无二的马料溪瀑布 西流源源不断滋养 开始的大山深处的前山村 绵延至今 自然的力量 劈开了大峡谷 创造出一系列 京市美景的同时 陡峻的山市 稀缺的资源 也给土家族百姓 留下了一系列生存难题 然而勤劳智慧的先民们 不畏艰难发现了 这块得天独厚的宝地 因地制宜 最终在高山之巅 铸造起了自己的家园 人们在西旁生存繁衍 构筑出仿佛世外桃源般的景象 而事实上 马料溪的秘密 不仅仅只有会倒流的瀑布 它值得人们更多关注和探索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